韩国人际综艺节目Running Man 12月30日播出最新一期 现年37岁的女星宋志孝首度提及九年前和男友的故事 宋志孝透露称当时因为不可以在外面约会 所以只能在家中见面 话刚说完 刘在时便追问宋志孝的男友是否圈中人 但宋志孝就没有回答 另外宋志孝继续爆料指 当时自己和男朋友约好一起在家中过圣诞节 但期间就睡着了 于是男友将自己抬到另外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里堆满了有绳子的气球 男友知道自己不会这么容易醒来 所以买好了气球和蜡烛 宋志孝称当醒来后 看到男友准备的惊喜十分感动 之后两人就一边喝红酒 一边聊天很快变天亮了 此外当在场人士都说 宋志孝平时极少谈及关于恋爱的事实 金中国就称看新闻的话经常都见到 令梁思灿忍不住攻击到 你不要搜索宋志孝了 话说掳惑欧逆心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呢 难道就是经常传绯闻的金中国吗 色物视频寒流第一线综合报道 Let's go by bwd6